中美代表高说泰在双向远举行 旅美职棒投手王健民纪录片放音会 王健民也现身与几十位美国各界球迷亲切互动 就是很谢谢大家嘛 然后就是这样一路这样子陪我 然后从扬机时期 然后到现在还是这样子一直在支持我 然后就非常感谢大家这样 曾经在国民队担任先发投手的王健民 是首次做客双向远 不过他很开心来华府故地重游 因为很开心就回到这个地方嘛 因为也在这个地方待了差不多两年 那也看到以前的Nation的同事在那边 然后就很感谢他们会这样抽空出来 然后来这边看我 王健民现在常常回台湾训练棒球小投手 他表示很想念比赛的感觉 因此目前还不想宣布退休 就不会想说要想要宣布退休 那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可能会如果手痒的话 也可能会下去打 王健民表示大陆的棒球尽量来发展很快 他也不排除未来去大陆发展 也是有可能因为中国那边就是人才很多嘛 那你可以用的球员就是训练起来的几率就比较大 对啊 因为有很多球员他们如果肯学的话都是很好的东西 王健民离开美国职棒已有几年 但是球迷对他的热情依然如故 记者张国华 华盛顿报道